嗨,企业家你好,又一个星期过去了 那想问一下,上周呢,我跟你们分享的那个William他的那个video 你们有机会看吗?因为有些brother跟sister都跟我分享说 他们看了他这个十倍增长的故事,觉得很inspired 他们也要看到自己公司有十倍的增长 那其实我想跟大家鼓励一下,就是说这个十倍的增长呢 其实不是问题来的,只要你有对的方法 这个对的方法是什么呢?第一,就是一定要有一种十倍增长的策略 那很多公司他们定策略的时候呢,就是定可能增加10%,20分 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很厉害了 但是no,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思维说一定要有一个十倍增长的方法 那第二呢,就是有没有增长的习惯 那每个公司呢,都有一套习惯 这些都是我们的执行的方法 但是呢,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想问大家,你有没有看到公司的一些弱点 一些公司执行方面的坏习惯 因为呢,如果你有好的策略 但是你没有好的习惯 那你就很难推向 带着整个公司推向你的目标 所以我是想问大家,就借用这个机会 这一礼拜,那我们都差不多要12月了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说 今年疫情有没有给我们看到 公司的一些坏习惯 执行的坏习惯 那我们能不能够改这些习惯 那这个礼拜的功课就是去想一想 然后下一礼拜呢,我们就来讨论怎么去 建设一些好的习惯 去培养出一些好的习惯 OK?好,see you next week 拜拜